Hello,我是Calvin,欢迎回来CalvinLow 关投资 大家看新闻看到有人买原油保 买一千元输一百万,是否很傻 他们都不想,哪有人想到油价可以负数 既然油价可以负数,整个玩法就不同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油价大跌的话 有什么投资反而是会大赚的 第一,原油期货的期权 既然是负数,买跌一定比买升 难保之后的月份又会出现负数 原油期货是CL 一张是等于一千桶 实物交收,所以不要拿到尾 结算日是交收前一个月的25日 再退前三个工作 我们看看它的期权 我们去到Ib的界面 Option Trader 打回CL 不要选Stock,选Futures 我们选6月 现在期货价值12元 我们看看Pud 油价1元的Pud 做1.33元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油价跌到0元的时候 你还要输钱 是油价跌到负数才能赢 可不可以 这个时候做单口Pud 可能不着数 最好是做Debit Pud 我当作一张2元的Pud 1.5元 Stock一张1元的Pud 1.31元 简单计算是$2.4元 一个Stock 因为它的Bit Ask也有点阔 有机会慢慢做的时候 可能低于$2.4元 我当作$2.4元 $2.4元 再乘合约比例$1,000 即$240元 如果油价跌低$1,000 最尽可以赚$1,000-$240 即$760元 大约3倍回报 第二样可以买东西 就是油公司的期权 美国已经有油公司开始破产了 WLL WITELINK PETROLEUM CORPORATION 可以做它的LONG PUD 或者做SPECT 又或者可以试试找下一间有机会破产的油公司 这里有两个介绍 主要是他们的负债比率也很高 ETRN 负债比率是89.2 另外APA 负债比率是71.3 会不会破产也不知道 或者可能直博也未成功 第三个投资就是储油公司 油这么便宜 但没地方储也没用 所以现在储油的地方 那些邮轮的租金是大升的 连公司股价都无端水涨船高 我们看看这只NAT 由月头3.4升到今天8.3 今天还要升15% 可以留意着它的正股 又或者它的call option 那现在5月15日到期的9块 call option 就是1.5元 10元就是9.5元 可以留意一下 今集只是讨论一下油价跌可以买哪一类投资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买衍生工具是可以很高风险 自己投资自己负责 未订阅的朋友记得subscribe和按下小钟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